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的是这个Dano FCJ 因为呢,Murban刚好雨季呢,整个冬天都在下雨 所以可能看到的校园呢,就比较绿油油的 这所学校呢,位于Q,是Murban东区呢,非常顶级私校的聚集地 这间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呢,12位修女呢,就长期的住在这个校园当中 教会色彩呢,相对浓重一些 那么这所学校所信奉的呢,是天主教 所以孩子的性格呢,也相对比较谦卑,然后也比较和谐 所以比较少听到呢,这间学校的女生呢,会有出现霸凌啊 或者彼此相处不融洽的情况 如其他的私校一样呢,这所学校都是从 三岁的育儿园开始,一直到12年级BCE 学校呢,一共有800多人 校园呢,非常的广阔和舒适 游泳池和运动设施呢,也一应俱全 音乐体育呢,各个奖项呢,在北省拿的都不少 2021年的高考的成绩排名呢,是第40名 学术成绩呢,属于中上游 这个三岁呢,非常欢迎处于各个年级的 国际学生,就包括从很小的 我现在发现有二年级,三年级的孩子 都在打算很小就来墨尔本了 都可以入读,但是呢,一定要求住校 或者有家长呢,同住 是不可以住寄宿家庭的 对于这一点呢,我个人也是认可的 因为未来孩子呢,他 来的时候水未成年,他自我约束能力啊 然后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都不太成熟,所以初来澳洲呢 可能经常会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无人倾诉啊,或者无人帮忙 那像Melbourne Grandma或者Scott College这种学校呢 是一定要求孩子要住宿的 那统一管理,比如我们四点到五点半是运动时间 六点到七点半是写作业 那你之后呢,可以拿一会儿手机 九点钟之前你就要上床了 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规则呢 都有利于孩子成长 好习惯呢,在规则之下就不言而喻了 家长呢,也不必担心 就孩子在学校的洗衣和吃饭问题 因为所有问题学校都刚解决的比较妥当 对,时速无忧了 那国际生申请这所学校呢 AS要求的分数呢,也比较适中 55分以上呢,就可以申请了 那上次有家长问到我呢 说这个快速入学 除了stress corner以外还有什么推荐 我觉得这间学校我是非常推荐的 就希望大家2022年、2023年 国际学生都能申请好运 正好运 在这间学校呢 很可能 每个人都在这样 这间学校12年